身心障碍团体昨天在宜兰县政府大厅联合举办中秋礼品展授会 记者罗剑望摄影分享 身障团体坐在宜兰县政府举办中秋礼品联合展授会 不少团体忧心说 今年订购金额与意愿都缩水 订单只有去年一半 甚至还未接到单 无法开工 身障学员一问怎么还不用做 账社府人员难过不知如何回答 宜兰县政府左邀请身账团体展授中秋礼品 鼓励各界优先采购 记者罗剑望摄影分享 宜兰县政府左邀请身账团体展授中秋礼品 鼓励各界优先采购 订单只有去年一半 兰治社会福利基金会优先的指出 去年中秋节订单有6000多盒 今年至今只有3800盒 因客户以公司行号为主 今年一例一修成本增加 订购给员工的礼盒 无论数量与金额都大幅缩水 往年不杀价 今年还会杀价 买气差很多 记者罗剑望摄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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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星富佑中心也碰到同样问题 订单减少 除阴景气不好 中秋礼盒选择更多元化 加上现代人讲究养生 不想吃太多月饼 也是销售下滑重要原因 宜兰县万德福弱士族群权益发展协会也说 去年约有200盒订单 今年可能阴景气等因素 还不见订单 开不了工 有生账团体说 今年订单少 不用那么早开工 有生账学员问 今年不用做吗 让社福人员心酸 不知如何回答 中秋月饼订单下滑 生账团体也研发文创品替代 向宜兰县自比证者福利协进会的新乐园工方就以马克飞当中秋礼盒 普达关怀协会生产养生馒头 但卷礼盒康复之友协会是幼兹礼盒 阿宝教育基金会是宜兰晚期待以不同产品进军中秋礼盒市场另找出路